嘿我的牛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黑牛 哈哈 你这又是干啥了 安静 安静 咱们吃早餐 先别着急吃 还没完事呢 好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咱们调完点 等一下 罐头 来 罐头 好 吃吧 这尾巴扫了 窗帘都让你扫坏了 行了吃点饭 这尾巴扫 吃干净了 阿尔 今天啥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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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领养你八个月了 今天给你 来 穿上 穿上这个 具有纪念意义的衣服 23号 还记不记得 在4月23号 我从 救治中心把你带出来 啊 哎嘿你看啊 23号 漂亮漂亮我看看来 我看穿上衣服就不会走道 好 哈哈 真漂亮 好了 耶 今天 不只是你 耶 穿枣了 今天不只是你的生日 还是 你驱虫的日 嗯 不行了 这个衣服先别穿了 给你驱完虫咱再穿 啊 先做一个 先给体外驱虫啊 体内先必须了 嗯 体内两个月一次就行 啊 别动来 乖 乖 别动 快快 好了 OK了 这回把你这个23号穿什么啊 今天穿一天 这要有 有纪念意义的23号 这也算你 哎呀 过来我跟你聊聊天来 干啥呢 这厨 啊 一穿上衣服就不会动的 打的了想吃水果啊 等会我给你洗个苹果吃啊 来吧 苹果洗干净了 这是苹果 哎呦真乖啊 这公园不让狗进呗是吧 我拿养口去 哈哈 哎 走吧 那咱不进去 走走走走 大家好 兄弟姐妹们 这 我现在的位置是青州白石湖公园 这公园有保安呐 黑牛不让进 哎呀 那没有办法 只能在这边上带黑牛留着留着 然后今天还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呢 哈哈 因为今天是我领养黑牛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也是我给黑牛过了一个八个月的生日 慢点慢点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最精彩的在后边呢 然后那个视频总共是不到七分钟 然后到三分钟快到四分钟的时候突然中断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上次 那个领养他七个月的时候和就十一月份 十一月二十三号那次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上次那个也是播放在三分四十秒的时候突然中断了 然后呢这次又是到三分快到四十秒的时候突然中断了 跟我都弄得很差异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这次做视频的时候我以为是我制作的问题 然后我特意把这个视频做好了之后 我特意从头看到尾 这个整个的原视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我才用用那个电脑进行了上传 上传完了之后呢 结果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原视频也给我弄坏了 就是那个本来好的视频等到我把那内存卡拿下来之后 放到手机里也不能播放了 也是到那个到那个三三分四十几秒的时候 就往后就播放不了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然后最近可能说总出现一种小问题 有很多粉丝朋友也私信我或者微信告诉我说 给我评论评论不了 评论发上去之后看不见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怎么回事 可能说我也跟他们解释了 我说这个不是我删除了 因为我也我不可能把这个评论删除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不清楚 这个问题我也无处问 然后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的 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别人评论不了我 然后发了视频还发了一半 到最后就终止 而且还都是这个时间 这个号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给我弄的一头雾水 然后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 刚才我用电脑弄了一下 重新给电脑杀了毒 我不知道看看这次 我再试一下看看会怎么样 一会儿这个视频的话 我就是还用电脑去上传 我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先带黑牛玩一下 溜的一球 走吧 今天是黑牛 你看穿上了可爱的23号 黑牛今天你过生日 好滚吧 好长时间没打滚了 是不是 这个让你滚 让你玩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我的黑牛 你看眼界都是一年过一回生日 你就是一个月过一回生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个月过一回生日对你是最公平的 因为你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你的寿命这么短呢 人可以活七八十岁 但是你呢 就能活十多岁 所以说这不公平 比人少活几十年呢 所以说我要给你 给你补回来 虽然你的寿命不能与天齐 但是我必须让你紧赶慢赶的得跟人差不多吧 一个月过一次一年过十二次 对吧 你这十多年过一百多次 正好和人的寿命差不多一百多岁 你也有一个一百多岁的寿命 是不是 以后 每个月的23号就是你的生日 是吧 我从你在救助站我给你带出来 就是你的一个生命的重生 你的身世也扑朔迷离 具体什么原因到了救助中心 咱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管以前身世如何 你到我这儿虽然没有好吃好喝吧 但是我必须让你快乐开心 幸福 让你无拘无束 放飞自我 想打滚就打滚 滚吧 看这家 多开心 好 你看 快 来 快 慕快 快 好长时间没这么玩了是不是 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这么玩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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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哎呀 哎呀 这有衣服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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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